嗨同学们 我是赵老师 好今天赵老师要跟你们一起讨论 100以内 二位数 与二位数的 净位加法 好我们今天看这个例子28加14 这是第1个方法 我们先看14 我们要把14 画为整时数 所以28呢我们就要先 拿出 6出来 当我们拿出6出来之后 我们等一下再加上14的话 他就画为 整时数了 那么28我们抽出6之后 还剩下多少呢 OK同学们 28我们拿6出来之后还剩下 22 22 好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做 我们就好像刚才赵老师说的 把6 加上 14 把6加上14 等于 20 过后呢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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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22 再加上20 赵老师画了一个镜头看到吗看到了没有 22 加上20 然后答案就等于 42 所以 28 加14 他的答案就等于 42 22 好 现在我们看第2个方法也是以28加14来做例子 好前面的数目是28 我们也要把28 我们也要把28 化为 整时数 所以14这边我们就要拿出 2 当我们拿出2 等下我们把2加上28的话 就化为整时数了 那么14 那么14 我们抽出2之后 就剩下 12 然后14 就是12 加2 等于14 接下来 看 赵老师拿28 加上2 当28加上2 答案是 30 同学们有没有发觉到 30和12 都是 都不是黑色的 好 为什么赵老师这样做呢 因为接下来赵老师要把这个 两个数目 12和30 加起来 当12和30加起来的时候 答案也是 42 所以 28 加14 他的答案也是 42 同学们明白吗 好 接下来同学们要做这三题的练习 第1题 55 加28 等于多少 第2题 17 加47 等于多少 第3题 69 69 加18 等于多少 好 同学们我们今天就坐到这里 好 有什么问题 开学的时候问赵老师 好 赵老师希望同学们学习愉快 再来 下来 加油 哦